2022年亚伯利中国企业家论坛天津峰会 于8月2号到3号在天津召开 本期峰会以拥抱大变革重塑竞争力作为主题 围绕贯彻新发展理念 推动实现双碳目标等议题 搭建共享机遇共谋发展的交流平台 本次亚伯利中国企业家论坛天津峰会 共举办七场主题分论坛 邀请国内一百余位企业家专家学者 针对乡村振兴 大健康 科技与资本 就业新机遇等前沿话题展开交流 大家通过交流彼此 在各自创业历程中的感受 体会 彼此增加正能量 另外已经跟时代的步伐 论坛上 与会企业家共同发布的 亚伯利论坛企业家 践行双碳目标天津倡议书 呼吁各行业企业深入探讨 双碳实施路径 调整优化能源结构 释放科技创新与新能源产业的有效合力 我想作为企业来说 我们所有的生产方式都要转向绿色 节冷 环保的这种发展模式 创造更多的有利生产的增长模式 本次论坛召开期间 一批涉及金融 信创 生物医药等领域的合作项目 也成功签署 有利促进天津高质量发展 我们今天也是在原来洽谈的基础上 又达成了大概20多个项目的签约合作意向 总共的签约金额也达到了400亿元 感谢观看